你知有時人貌臣子的順貝有時是逆的 是 為甚麼 是吧 問為甚麼 為甚麼 OK 你會發覺有些人是人貌臣 致五味 身有複害子秋這樣走 但有些人是醜子害複身有這樣跳絕走 那這個是怎樣來的呢 其實是源自於連署這個字 是陰敵是羊 而配男女而來的 如果連署是羊的天竿 而那個是男人 那中國人就覺得男人應該是羊 對嗎 你就會順著這樣排的 那如果那個是女人 而他是羊天竿 那就不合數了 就會逆著這樣排的 那我們看看這個是男人的女人 男人 圓男 那甲是羊的天竿來的 所以這個人應該順著這樣排的 其實這個順著意思是甚麼呢 由害這個字開始走 害下一個字是甚麼 所以它第一個運就是指 第二個運就是醜 所以第二個運就是醜 它就是順著這樣排的 就是醜子害這樣排的 就是醜子害這樣排的 這個就是我們排大運的方式 就是醜子害這樣排的 OK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我就去到最後一月2024年的了 中間這些呢 有機會再跟你講 有時間的時候 這個天德貴人好厲害 真是好厲害 單人回去炒一下 好厲害 如果你自己出生的時候有天德 我見過十個人有八個人 家庭都非常不錯 如果你跟血一起有天德 就起碼一千份身家 就是它先尋回他的月份 是吧 是啦 我尋回他的月份 不過我今天就不在這裏講 有時間了 八點鐘了嘛 我給人訓練 大家想不想知道啊 你想不想知道 想就繼續了 是呀 你說完又 我疏疏給你看你怎麼回去學的 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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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用第一個例子 人月見丁 就是如果你是人的月份出生 這三個 而你在你自己出生的那幾行裏面 年或者是日 只是年和日才有力 特別是日 見到丁的時候呢 那就非常好了 我剛才記得有兩個海的 不 這裡有沒有人月啊 人月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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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月出生見到丁 有些是天光有些是地支來的 所以很古怪的 天得貴人的辦法 人月出生 你找回你自己出生的月份 你會找到丁 何月見丁 看看我能不能找到丁 就是這個 喏 何月 這裡有幾個何月 你見不見這裡 何月 見到月的時候 就是天得貴人 月就要這裡上丁 那我倒轉在上一個例子 這個就是何月見丁 但是這個何月見到這個月呢 因為它是月柱 所以威力是低很多的 它一定是年或者入 那個人就非常好 我見過十個有八個都是好 只要它是月 你明白嗎 它是年或者是日 那條座 是那條座 因為它有些天光地支 找到那個天得貴人 那app有跟你說的 所以那個app的客人看下去 就找到的 不用計 總之見天得貴人就是沒有 我們叫什麼 我師父說 什麼人會見到天得貴人呢 就是你祖先 就是你父母在上一代 或者以前的家爺那一代 或者以前做過一些大的好事 那個人才會傳承到天得貴人給他 那普遍那些人都是心地善良 很好人 還有它相對地 遇到好事或者順利的事 的機會率是很高的 很難去到絕路 它是一個沒有副作用的好的食物 就是它沒有副作用 但是給了很多東西來 這個是好東西來的 那這個這麼好的東西 你猜我有沒有 可惜我沒有 但是不要緊 我有後面那個 天月貴人 這個容易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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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那個背不到 這個背不到 天月貴人有句詩 那句詩是什麼呢 就是格霧庚牛羊 月己鼠喉香 丙丁豬雞為 任貴套蛇創 綠身逢虎馬 此事貴人方 即是什麼呢 如果你自己的日緣 你自己的日緣 那我先說什麼日緣 這個叫日緣 出生那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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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回自己 這個就是生 你的日緣 是甲 毛 或者羹 你的地支 看到牛 或者羊 那它豁了給你的 即是醜 或者味 明白嗎 你能否理解到 不用的 它可以在四處 出來 你看到這個 這個 是的 就會有天月貴人的了 那你可以除了自己之外 你可以看你隔離那些天干 有沒有 即是什麼呢 例如 這個是羹 最後是綠身逢馬虎 那馬和虎 就是什麼 就是五和人 那它沒有 那也可以看 甲無羹牛羊 這個甲有沒有呢 可能它有的 那它甲就找到羊 所以就是說 它這個 財星 或者找回這個人 它都是有天月貴人 都會加少少分的 在我們論法治的情況下 不過沒有那麼多 即是打斜都沒有問題 打斜都沒有問題 不過如果是自己有 是最好的 那有幾天是自助 即是自己坐的位置 是最大力的 一生人都有貴人 即是日處上 日處上 是最好的 它有分哪個好一點 不好一點的 日處自己坐下去 那個就是貴人 是最好的 只有幾天 只有五天 就沒有記錯 那我是丁 丁是其中一天 丁牛是其中一天 那可以呢 天月貴人就是什麼呢 它的好處就是 當你出了大問題的時候 或者出問題的時候 你要找這個人 你找回隔無羹的人 找回牛或者羊 相對地救到你的機會 會比較高 是 這些人 幫到手的 不過天月貴人 剛才我講過 天德貴人是沒有負在用的 天月貴人是有負在用的 它的好處就是奉空化吉 不好處就是一定有空 之後之後吉 哈哈哈哈哈哈 它的好處就是奉空化吉 它的最大用處就是奉空化吉 是奉空跟著化吉 OK 所以當你奉空的時候 你才找出來 最好就是不要見到它 對不對 明白的 只不過它代表你的人 相對地 最必有人救你 是的 有人救你 不會去到絕境的 是天月貴人的特色來的 有什麼事叫救命 有人救你 就是天月貴人的 這個是自己 是天光 自己是最好的 如果你自己的日主後是最好的 否則你旁邊的人都會加分 不過就沒有自己那麼好 當然 當然 但也能幫助 其實 因為例如前處 就是月處是父母 如果我這樣想 這裡那個月 甲月的月 這個字 是父母公來的 這個我有貴人 就是父母有貴人 這樣也能幫到自己的 當然是自己有貴人最好 但是如果好像生了小朋友 那些生了小朋友的 當然想子女公有貴人 因為自己已經過了四五十歲 我當然希望子女好 所以每一個位置 Tatnet都會影響 他那個 哪個人是特別著熟 純粹這個就相對的容易背 但是基本上現在有沒有人背 是沒有的 因為APP寫了 有沒有天得月 只有你一按完的時辰 下面就能看 所以不要那麼辛苦 真的背了 那 那 這個重點 剛才經過了一次 我們今天講解了五行四時條後 我剛才看到全部人都認識的 可以了嗎 自五未月 即是夏天要什麼 水 水 那沒問題 害子醜要什麼 火 對啦 沒問題 熟了 可以下山了 那最後呢 我們要看2024年 真是流年的重點 那我相信現在已經各大的 運程書 已經出著了 那可能你看到某某大師那些 那些全部都出了 那如果你叫我寫運程書 我是不懂得寫的 所以我只懂得一件事 但是那件事 已經是學了那麼久的重點 來的了 因為運程書 講的運程 只是八字裡面其中一個字的影響 有七個字是忽略了的 因為運程書我們其實 差不多